好 如何来修改这个手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因为动画跟我们的这个谷歌不是很匹配 小白不是很匹配 所以我们还是得要用哪个动画呢 用在LearningKit Games它的原生动画 好 如何来将动画 某一个动画重定向到我们的这一个谷歌之上 可以看一下在哪里呢 在Assets,Collector,Animation里面 这个是之前小E的各种各种动画 我们来找到几个重要的动画 第一个是这个走路Walk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Run跑步 然后还有待机 待机我们找一下 待机Idle 这个地方待机 可以看到这三个 我们通过Ctrl 这三个Ctrl来进行多选 我们来重定向给谁呢 重定向给我们的Auren这个谷歌 我们改善名字 看一下它之前的名字是EpicCorrect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们将EpicCorrect 改成我们的名字Auren 存放在Auren的Animation里面 好 和我们重定向动画难图很像 重定向过去以后 你会发现这一边就多了几个 一个是待机 一个是Run 一个是Walk 好 我们看看如何来修改动画难图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知识 我们找一下动画 动画是这个按钮 之前的动画呢 像比如说Run是有问题的 然后跑步也是有问题的 走路也是有问题的 你看手是有问题的 如何来修改 换成这一个新的Run 换成新的Run 这牵涉到一个知识 叫做混合空间 我们点一下这一个 IdleRun的这个2D 之后我会详细来讲 这个混合空间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修改一下 实际上混合空间就是 把我们的待机 然后这一个什么时候走路 什么时候跑 是根据哪个来的 是根据这个Speed来的 对不对 Speed我们在南图里面来控制 所以之后来详解 待机状态 我们把它换成新的Idle 换成新的Idle 然后走路呢 我们换成新的走路 注意啊 它是有消化线的这一个Walk 然后跑步呢 换成新的跑步 换成新的跑步 好 这样子再来看一下 按住Shift可以预览 你看这个时候呢 它的手就正常了 对不对 我们保存一下 这里呢 也点编译保存一下 好 我们再点运行 可以看到它这个手已经正常了 手已经正常了 跑步呢 手已经正常了 好 但是呢 跳 只要跳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呢 也可以把它的跳 然后用相同的方式呢 把它给转过来 老的我们就删掉了啊 这个Idle 可以删掉 跑步 Run 都可以删掉 不要了 然后Jump呢 有Jump 有Loop Jump的Loop 然后Jump Stop 这里有 你呢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你要把这三个给替换掉啊 好 好